嘿大家好我是梅雷素 今天咱们来看一部犯罪悬疑片 穿越西伯利亚 好了话不多说 电影开始 故事发生在天冷人状的西伯利亚 这天这的一个黑帮小偷偷突然被人谋杀 督察老华接到消息前来探查 结果发现这是一场黑吃黑 犯人杀害小偷偷 就是为了小偷偷手里那点刚从日本送来的毒品 由于晚上还要坐着出差 所以老华跟小警察们要了完整的时间报告后 就离开了现场 这时画面一转 镜头来到咱们北京 在这里一群美国人正在参加教堂活动 先爱心 在这群美国人中就有电影的女主 以及她的老公阿汉 阿汉喜欢火车 女主喜欢拍照 但是他们两口子平时却很少出远门 所以阿汉就盘算着 这次活动结束先不回美国 他呀要带着女主来一场大冒险 一路坐火车去莫斯科玩一圈 顺便自己看看火车 再让女主拍点火车风情啥的 想的是挺好啊 可是一路上由于语言不通 俩人闹了不少的乌龙 在警方检查毒品的时候 一个陌生老哥还给他们讲了 俄国警察剁人脚趾头的故事 更是把俩人吓到了 晚上看气氛不错 两口子想亲热亲热 但是由于阿汉性格保守 所以最后干柴烈火的也没烧起来 这一堆事闹的 旅行才开始 女主就有点不高兴了 但是不要怕 救星来了 一场大冒险 马上开始 第二天 女主两口子的房间就来了一对新室友 他们是一脸坏笑的帅帅 以及一脸严肃的小黑 据他们自己介绍 他们是一对情侣 帅帅在日本教西班牙语 小黑在日本教英语 虽然身为老师 但是帅帅却对伪造护照 以及如何顺利通关十分了解 有问题啊 给主角们讲完通关秘籍之后 帅帅又带着阿汉喝起了酒 但其实 他是更想带着女主喝酒的 你看看他 一看女主就一脸坏笑 准没好事 果然第二天 帅帅就又整娇娥子了 他趁着跟女主独处一室的机会 跟女主套近伙 给女主看了他的收藏 一堆俄罗斯套娃 他说 这堆套娃是高级货 在阿姆斯特丹可以卖高价 所以他塞钱给海关 拿这玩意儿挣点钱 哦 原来只是个倒卖娃娃的 我还以为跟黑之黑有什么关系呢 话说 帅帅也是六 给女主讲套娃 都能扯到生育力小宝货啥的 说着说着 还深情地望着女主 得亏小黑及时回来 要不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呢 其实啊 小黑早就看出来帅帅想啥呢 只不过也就是不说而已 这群人里 也就阿姨这个大傻子 只顾着自己看火车 还觉得帅帅是好人呢 该跟帅帅谈心 说他跟女主最近有点婚姻问题 女主可能觉得他有点保守 你这 这不是给帅帅递情报的吗 哦 生怕帅帅保守 不追了 说起来 为什么女主会觉得阿姨保守呢 其实啊 主要是因为女主年轻时候也惯了 成天离家出走 还蹲过监狱 就连当初认识阿姨 都是因为开车跟阿姨对撞 才认识的 所以女主想静下来 跟阿姨好好过日子 还是需要一定决心的 说到这 小黑联想到了自己 虽然他现在一副坏女孩的样子 但是他却十分向往 能安定下来成个家 那还不简单 你去跟帅帅结婚呢 不行 因为小黑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 那就是花重金赎回 他们家族在温哥华的湖边小屋 小黑对这种小屋有着深厚的感情 但是由于爷爷赌博 所以小屋被卖掉还了赌债 现在为了赎回小屋 小黑也在做着很多努力 这时小黑看到了一个光头 于是慌忙带着女主回到了火车上 嗯 这是有事啊 可还没等光头有什么事 阿姨就先出事了 在火车开动之后 女主怎么也找不到阿姨 问了帅帅才知道 阿姨看老火车头看得入迷 一准是错过火车了 没办法 找车长吧 结果车长还说 现在警方正在对所有的火车 进行毒品检查 所以最早也得明天 下一班火车才会来了 那咋办呢 下车等呗 没想到帅帅跟小黑还挺好心 跟着女主下了车 陪着女主一起等阿姨 晚上三个人在一起吃饭 这时候女主发现 可这帅帅所说的高级俄罗斯套娃 就是个言罐 于是嘲讽了一下帅帅 没想到一听这话 小黑直接愤然离席 这是生气帅帅给外人看了套娃 嗨 不管什么原因 小黑走了 对帅帅来说也是正好 这下他就又能对女主发起攻势了 由于知道女主以前很野 所以帅帅故意把女主往野的方向引 没想到这招还真有点用 女主的狂野内心开始波动了 于是第二天 帅帅趁热打铁 一大早就以房间浴室坏了为由 跑到女主房间洗澡 女主也不知道想啥呢 不光让帅帅洗 还在旁边偷看 这时候电话响了 原来是有阿姨的消息了 于是女主留帅帅在屋 自己去楼下大厅接电话 说起这阿姨呢 真的是姨 女主这边为了她这么着急 她还在那不紧不慢地说 啊 媳妇 你这老虎这头多好看嘛 这不是推着女主出轨吗 正好帅帅也洗完澡了 邀请女主出去看美景 女主正不高兴的 这下还真就同意了 有人问了 小黑呢 怎么不管个帅帅呀 嗨 她呀 现在正在外面打听 最近的机场在哪呢 然而 在订去机场的车票的时候 她只订了一张车票 再看帅帅这边 她带着女主坐大巴 穿森林 一顿折腾 别说 还真来到了一个挺美的地方 这么美 肯定得多拍几张照片啊 所以女主 当即就给帅帅拍了一张 最后又拍了很多鹰啊 废弃教堂啊啥的 拍着拍着 帅帅的歹心要出来了 她借着给女主拍照 跟女主凑在了一起 紧接着又摘了女主的帽子 一顿摸脸 这下不得了了 女主顺势 真就跟帅帅亲上了 眼看就要进行下一步 这时候教堂看不下去 掉了几根木棍 打断了两人的紧 这一打断 女主可算恢复了理智 收拾东西打算走人 可是你想走就能走吗 你当帅是什么人 果然 帅帅继续动手 大有强奸的意思了 女主张托 捡了根木棍防身 帅帅觉得 女主就一女的伤不了自己 继续守下留情 结果就被女主猛敲了几下脑袋 敲死了 赤头被敲死了 女主杀了人 被吓坏了 于是赶紧坐车 回旅店躲着 直到下一班火车来 她见到拉罕 才稍微好了那么一点 可是女主好了 小黑可好不了了 她听说女主跟帅帅出去 结果只有女主回来 于是开始四处找女主 多亏火车开了 女主才没被小黑发现 本来以为事情到此为止 可是你猜 女主他们的新室友是谁 对 是老华 还记得吗 那个主管黑吃黑案件的读查 老华呀 他之前不是说要坐火车出差吗 诶 他坐的就是这趟火车 饭桌上 老华给阿翰他们讲了讲 关于极毒的事 他说呀 现在的毒贩都学经了 会把毒品加工成什么小玩具啊 纪念品啊什么的 然后在雇佣毒罗子进行运送 这些毒罗子 一般也都是学生啊 老太太啊之类的 看似无辜的人 诶 这描述怎么这么像 帅着跟小黑啊 阿翰又开始犯了 他告诉老华 帅帅 此乎还很懂伪造护照呢 这一套说辞 成功引起了老华的注意 他问女主 你下车的时候 他们下车了吗 女主的杀人了 肯定的隐瞒呀 于是就说 没下 暂时好像是折过去了 可晚上 女主回到房间时 才发现 帅帅的那些套娃 竟然都跑到了 自己的行李里 这时候 他才想起来 在旅店的时候 曾经有警察查房 而帅帅 就是那个时候 来他房间洗澡的 那这是为什么呀 为了藏套娃呗 那为什么要藏啊 套娃有问题呗 想到这儿 女主赶紧带着套娃 躲进厕所 使劲那么一划 还真划出了粉末 完 这是一堆毒品呢 女主被吓坏了 直接去打开车门 想扔包 结果列车员正好经过 这下不光包没扔成 女主的行为 还被列车员默默记了下来 当然 女主这一套智障操作 也被装睡的老华 看在了眼里 第二天 老华就请女主 去餐车坐了坐 一起来的 还有老华的同事 光头 对 这就是当初 吓跑小黑的 那个光头 在餐车上 老华告诉女主 他们已经查了 帅帅他们 就是跟女主 一起下的车 而且住的 还是同一间旅馆 女主正不知道 该怎么编 这时候旁边的警犬 突然冲着保洁大姐叫 吸引了光头的注意 女主趁机赶紧开溜 可回到房间才发现 套娃 已经被阿翰翻出来了 房间里面 阿翰不断的询问 套娃是哪来的 房间外面 茶房的警犬 又在不断的吼叫 在这个情况下 女主彻底崩溃了 于是在阿翰的劝说下 他交出了套娃 并交代了 帅帅等人的行动估计 当然 他跟帅帅 一起出去的事 是一点也没说 毒品也交了 事也说了 按说女主可以走了吧 嗯 不行 老华他们 还得查查女主的行李 万一你私藏了呢 对吧 可是查行李归查行李 老华却突然感兴趣 看起了女主拍的照片 越看越往后 一直翻到了 女主杀人的那个教堂 不好 再往后可就有 帅帅的照片了 要是被老华看到 女主的谎言 就被拆穿了 多亏这时候 老华挪开了目光 女主才没有被发现 下了车 女主赶快删到了那些照片 这时候 他看到老华和光头 正跟两个男人说话 于是随手拍了下来 这次当冒险 看来也要以这张照片结束了 火车再次开动 女主和阿翰也继续踏上旅程 在经历了这么多事之后 女主的内心终于重归平静 而神奇的是 本来嘈杂的火车 也配合女主的心情 变得安静了 由于服务台没人 所以女主去餐车 要糖喝咖啡 可一打开门 女主就调到了火车外面 这怎么回事 餐车呢 阿翰把女主救了上来 仔细那么一找 才发现 在剩下的车厢中 也同样是空无一人 现在火车上 除了他们俩 就只剩下老华 光头 以及火车的司机了 阿翰不明白 老华为什么要安排这些 正要质问老华到底是谁 光头就举起了枪 吓得阿翰和女主乖乖坐下 原来 老华他们已经查到 女主跟帅帅 一起坐车出去的事了 现在整这出 也是为了逼女主 交代出帅帅的下落 由于女主三番两次的 不说实话 所以现在 他们要把女主两口子 带到该去的地方 好好的审问 那一定是去警察局 对吧 然而并不是 就像男主怀疑的 老华可不光是个警察 他同时 还是黑老大的手下 而光头呢 就更简单了 就是个彻底的黑帮打手 他们两个 把女主两口子 带到了一个 废弃的军事基地 如果女主在这 还不说实话 那后果 大概就要像 主角们的老熟人 小黑这样了 看小黑不光被抓 还被打成这样 阿翰不懂了 人也抓了 毒品你们也收了 你们还非追着帅士干什么 这时候老华 才说出真相 原来当初黑吃黑暗 丢的不光是毒品 同时被偷走了 还有黑老大的钱 现在毒品回来了 钱呢 眼看光头又要用情 女主赶紧给小黑求情 说小黑是个好女孩 不知道帅帅在干什么勾当 这一番傻白天言论 把老华逗笑了 好女孩 好女孩会托男友下水吗 好女孩会让男友 捅别人刀子好偷钱吗 好女孩会杀人不承认吗 于是继续 让光头用情 小黑的惨叫让女主慌了 为了让光头停手 女主终于又交代了 他承认自己跟帅帅出去了 然后拍了几张照片 再然后 呃 我们就回来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明显又没说实话呀 所以老华暂时停止了审问 让女主两口子先私下里聊聊 看能不能说点实话 老华他们一走 阿罕就开始给女主做思想工作了 他对女主有绝对的信任 根本不相信女主跟帅帅有什么 他要找到出路 带着女主逃出这里 没想到找一找 还真就找到了后门 眼看女主要跑了 小黑赶紧求求 别丢下我 看女主过来了 他马上抓着女主不放 疯狂问 帅在哪 最后还是女主掐了小黑的伤口 他才疼得放手 可是小黑这一叫 坏了 被外面的光头听见了 这一下没退路了 女主阿罕只好赶紧逃命 不一会儿就跑回了火车上 因为阿罕以前在博物馆开过模拟火车 所以他也能稍微开一下真火车 但是光会启动 不会加速 所以没开两下就被光头追了上来 跳上了车 这两口子都是普通人 当然打不过光头啊 所以很快就被光头制服 其中阿罕还被打晕了 老华这时候也赶了上来 当即进行最后一次审问 这一次 女主要是还不说实话 光头就要杀了阿罕 在这种情况下 女主终于的阿罕 帅帅死了 我杀了他 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另一列火车的声音 出去一看 坏了 这要撞车了 老华和光头赶紧抓紧 两列火车也在同时相撞 最后 还是女主他们所在的火车 被撞翻了 由于有准备 所以光头和老华都没什么事 其中光头更是继续举枪 要杀死女主 而这时候 老华看到 对面火车上下了一群军人 坏了 这是撞了军队的车了 哎 老华灵机一动 展现出了华头的一面 他要过枪 谎称要亲自杀死女主 最后便枪头一转 打死了光头 士兵们冲了进来 老华立即拿出警官证 说自己刚刚击毙一名劫匪 拯救了两名人质 我是好人 这一下就赢得了军官的信任 有人说了 那女主还醒着呢 不能拆穿他吗 哎 女主语言不通 军人们根本听不懂他说的啥呀 就这样 老华从军队的眼皮子底下 溜走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两名警探来到莫斯科旅馆找阿翰 他们是来公布案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的 据他们了解 女主派到那几位 除了老华 全都是黑老大的手下 专门负责日本毒品事务 而老华呢 虽然是个警察 但是却在警察内部帮毒贩排除障碍 现在他又杀了毒贩的人 所以正被两头追杀 也是挺惨的 帅帅确实也不是个好人 他的前科有盗窃 非法持线 以及性侵害 现在又加了一条 贩毒 等抓着了 有他好果子吃 至于小黑 没有前科 大概就是个迷途少女吧 挨错了人了 等他养好伤 美国警察就送他回美国 以上就是美俄警方共同调查的结果 这次案件到此为止 听完结果 女主跟阿翰该回家了 可才去机场的路上 女主却看到了一栋湖边小屋的广告 这让他想起了小黑 于是临时起义 去了医院 跟小黑偷偷说了几句话 随后就跟阿翰重归于好 坐上了回家的飞机 而小黑呢 由于听了女主的话 所以在伤好之后 就没有回美国 反而主治馆 来到了女主杀人的那个废弃教堂 找到了帅帅的尸体 哎 知道女主跟小黑说啥了吧 嗯 就是帅帅的下落 看着帅帅 小黑没有太过伤感 反而迅速拉开帅帅的外套 从夹层里拿出了 黑帮和警方 都没有找到那笔 黑老大的钱 电影结束 《穿越西伯利亚》 是2008年的电影 不知道大家看明白没有 这里面看似无辜的小黑 才是大boss啊 根据老华审问时的描述 可以推断 小黑应该就是这次黑痴黑暗的策划者了 他勾引帅帅 让帅帅帅帅帮他杀人抢钱 后来看帅帅惊虫上脑 靠不住了 就想拿着钱 自己坐飞机跑路 最后还是没料到 带着钱的帅帅 竟然让女主给杀了 小黑没办法 只好四处找女主 这才被光头抓住 至于小黑策划这次黑痴黑暗的原因呢 大概就像他说的 是为了赎回他家的湖边小屋了 毕竟要是普通的打工挣钱 那他的几辈子才能攒够那么多钱呀 这样的最后 小黑在女主的帮助下 还是找回了钱 赎回了小屋 那不知道 这算是好人胜利的大团圆结局 还是算真凶逃脱的黑暗结局呢 我是白素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个关注 或者去我的微博微信看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